你 余总 我刚刚犯了致命的错误 是用辛香水的味道还没散去 就上了岛 被李世雅闻了出来 刚刚李世雅打我电话 问我要了赠送辛香水的名单 我不知道这条线能不能查到我 如果遇到情况 我会自首 不会连累到你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钱 到了该走的时候 就走吧 反正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我不走 就算查到了我 我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点牵连 小灿呢 还是什么都不肯说吗 该用的方法都用尽了 还是什么都不说 现在一心求死 人呢 人呢 谁允许你们这样对她的 谁允许你们这样对她的 我是叫她来帮忙的 你们见过这样找人来帮忙的吗 愣着干嘛 解开啊 不是 对不起 我 我 我没想到这里是这个情况 但这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还愣着干嘛 叫医生去啊 五分钟内不来 就别干了 是 是 你笑什么 你们坏路线了 怎么 白脸插完了 现在开始上红脸了 也是 你现在这个样子 会这样想 也不奇怪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 是不会信 我现在就一个要求 你说 我迟早都要死 不能让我死得痛快些吗 不 你必须要活着 这个世界上很多人 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 只要你还活着 我就不会让你死 就算你这样活着 每天每天这么沉默我 明蛋 我还是不会给你的 没关系 只要你活着 但是 我不能放你走 因为如果放你走的话 很多事情我没办法完成 但是明蛋 你不跟我没关系 接下来 你可以在我这里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除了跟外界的联系 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为什么 饿了很久吧 说话都没力气了 吃吧 我的能量你可以吸收 我是好心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个将死之人的善意吧 谁是江死权 谁是江死权 我自己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先走了 会再来看你们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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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